墨西哥的热水其实不是很稳定 它有一个热水器 但是你要去点火 然后有时候那个瓦斯上来的 不是很OK 它还会哄一声 然后我们曾经有老师去点火的时候 他眼睫毛被烧 什么 听旅行故事 离开原本的生活思维 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 欢迎来到贾斯敏游牧生活 我是Jasmine 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 我们现场有三个Podcaster 对 然后我们分别待过不一样的国家 一个是在美洲的东部 美洲的东岸是纽约 然后一个是美国的西岸在旧金山 而我算是在中美洲墨西哥城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在这三个地方生活起来 是感觉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的荷包的感觉 就是物价比又是什么样子 还有包括容不容易交到朋友啊 到底那个地方适不适合旅居等等的 好 现在我们就直接欢迎我们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声音艺术家Kino 嗨 大家好 贾斯敏的游牧生活的听众 我是Kino 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Sherry 嗨 大家好 我是Sherryo雪瑞 对不起我刚发音可能不太正确 是Sherryo 对Sherryo Sherryo Sherryo 那个声音啊 因为叫Sherry就好 OKOK好好 Sherry 那Sherry你的那个Podcast 我的Podcast叫做跨界生活家 主要是在聊什么的 主要是在聊算是个人成长啊 然后还有一些线上的自学资源这样 那Kino呢 其实我们的那个节目片头 就是Kino设计的 Oh yeah That's me 邀请到本尊来现场 也非常荣幸 我觉得设计影片都非常好玩 因为我们有很多相同的想法 然后本身就是在做Podcast设计嘛 那我自己的节目 叫做艺术家制造公司 也是在讲一些声音啊 或是艺术的应用整合 然后还有一些 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兴趣啦 身心灵相关的主题这样子 对对对 了解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们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去讨生活或者是去念书 到底当初出发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讲吗 Kino先讲 因为我们都在美国嘛 对 好 我去美国2018年8月 对我是去念Master 对 然后也是工作几年之后 觉得在台湾好无聊 就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 我真的就认真讲 那是黑暗面 就是我想要丢掉 我在台湾所有我做过的事情 重新换一个人生出发 所以那个心境老是比较逃难的感觉 对 对我想要到美国去去感受一下 如果说完全不一样生活会长什么样子 但不是真的只是为了这个 也是为了说换一个职业 对 对艺术家这个职业在纽约来说 是特别有市场的 他们的整个市场体系是 可以支撑艺术家 去去从事他们想要从事的 就是比较完善啦 比较这个商业导向啊 整合都是比较完整一点点 然后加上我的背景 因为念电影嘛 然后也有做露营 那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做艺术家 可以是发展的很全面 也可以当主要收入的话 这会比较符合我对于理想生活的期待 对 比较不像亚洲社会 我一直觉得 你出的社会就是学技呢 然后工作赚钱 存钱 赚钱 那个东西让我很痛苦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 那就想换一个职业 看看这样的身份 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本来出发之前 就有预计你是要往艺术家发展的 是这样吗 嗯也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们从小都会觉得 当艺术家会饿死啊 嗯 我也不敢跟亨家说 我要去做艺术家 但是我内心是这么觉得的 对 做艺术家可以发展的企业化 那我会很想用艺术家 这个职业去生活 因为如果你是说你是设计师 对 导演什么 你都还是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 哦 你还是在做客户的东西啊 对 你还是在 如果你是结案子 可是你如果是有钱的导演 你就可以拍一些 什么要的东西 对 那真的不知道是 李安几岁的时候才 变成李安 就我 我不能确定我几岁 可以功成名就嘛 那艺术家就算没有名 他还是可以靠这个市场体系 去支持他 对 至少他的生活形态是 很free的 嗯嗯嗯 对 然后我想去了解 所以就先从念master开始 对 对 那你的那个科系的名称是 fine art fine art 纯艺术 纯艺术 对 fine art 所以不是说特别focus在 声音艺术上面 嗯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focus在哪一个主题 对 因为纯艺术它就 很广嘛 对对对 所有东西都可以叫纯艺术 嗯嗯嗯嗯 里面可能有一些人的背景就是 念生物医学啊 然后呃老师啊 这背景很特别 非常奇怪 念生物医学他们拿呃来做 纯艺术的创作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比如说眼泪 嗯 汲取出来 放入盐 然后那个盐跟水 结合出来的结晶 嗯 印出来变成print art 他真的就是想办法哭 或是刚好哭的时候 把眼泪 嗯嗯 对他真的认真哭 天呐 汲取自己的眼泪 所以不同的专业背景下 做出的纯艺术不一样 对对对对 那就看你 使用的媒介是什么 你会 比较好跟外界共同的说法 就是哦 我可能常使用声音 那我就是声音艺术家 对 我常常使用表演 那我就是表演艺术家 嗯 可是其实真相是 真相是 没有人是绝对的 声音艺术家 或是表演艺术家 大家到最后 那个媒材都会混在一起 嗯 对对对对 只是说 斜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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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 到时候也可能跑去捏陶 那我可能也是变成 陶艺术家 嗯 其实那个周星合定思想 还是主题啦 嗯 你的个人风格是什么 对嗯 了解 那Sherry呢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旧金山 我是去年 去年去旧金山的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因为 工作算上面一个转换 对 那时候原本在电商要做的很累 然后 电商就是电子商务 嗯 相关的公司 然后做的很累 决定 就是 也是算是一个重新出发吧 沉淀休息一下这样子 有点像Kino要去纽约那种心境 对 但是一开始只是想说 去放假休息一阵子 然后再回台湾找工作 可是去了美国以后 待一阵子 我那时候跟 就是在前就有前男友分开 对 就前男友分开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是时候该为自己 就是试试看 就是在旧金山生活 对 然后所以就在旧金山的时候 开始自己接案子啊 然后有一些收入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在那边默默就住下来 就越住越久就觉得 好像还OK 收入还可以 然后就再 再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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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中间也有一度 就是很想要搬去冰州 有去冰州一小段时间 对 可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然原本 其实我现在这段时间 应该就是住在冰州 就是 就是把他动完 我们都被逼一直回台湾 对啊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就回台湾了 对 对对 哇 我们三个有个共同点 现在换我 就是 我去墨西哥的原因 我一直在逃难 对 我那时候感情跟工作都觉得 遇到人生的瓶颈 你们都是因为感情 感情逼大家 出走 对对对 起心革面 然后就觉得 我很需要找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对 我很需要展开一个新生活 等一下 所以你也是在感情分手之后出国吗 其实我就是 不算是分得很干净 就是我们一直还藕断丝连 然后甚至彼此都已经有 其他约会的对象 但是还是一直断不掉 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就是我觉得对方 就是不是很OK的一个男生 可以在这边讲 对但是就觉得说 反正感情也是一个触发点 反正就是感 真的是感情是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三个 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因为我也是 我虽然不是因为感情出去 但是也是在出去的那一个月 准备要走的时候分手 我是感情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会进而开始检讨自己 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想要离开原本的那个框框里面 有一个突破 对对对 有一个转变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的工作 虽然是好的工作 但是好像不是我的喜欢的置业 这样子的感觉 对就觉得它只是一份工作 然后我希望真的找到一件 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很喜欢自己 其实主要是我真的太喜欢旅行了 所以我就想要学 怎么当华语老师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缘 为了要能边走边玩 对对对对对 而选择设计你的工作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这样 那大家都很像 对啊 这样反而发展出我们各自的 对啊 对所以才会这样子出去 你这样讲来说 我的这个原因也是一样的 因为要做艺术家 不是真的要定点做 其实艺术家就是可以 跑来跑去的 对就没有人可以管你要做什么 你的创作本身就卖钱 所以人家给你一笔钱之后 你就可以拿着这笔钱的预算 去设计你要住哪 然后伙食费啊 住宿费 然后告诉人家说 你这个预算我可以做多少事 那一个月两个月我要住在哪 对对就觉得哇 实在是太美好了 然后一种工作可以 你自己决定要做什么 你决定你的commission有多少 对对啊 就觉得很吸引人 好 说到钱 这个钱的问题就是非常的实际 好像会伤感情 但其实我觉得很现实啦 然后我们三个的身份刚好 Kino是去念书 然后雪瑞是去算是生活 对算是生活 但是你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模式 对对对 对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出去 我是当志工 就是我是乔委会底下海华基金会 派出去的华语志工 所以我们三种模式 我们来聊聊钱的问题吧 出发钱 你大概先准备了 就是先存了多少钱 然后才能够放心的 出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钱喔 好我们这样就有一个比较集嘛 因为我觉得纽约应该很贵吧 应该不知道说会不会是最贵的 对 我从来没有把纽约放在考量点 所以我觉得一定太贵了 我出不起 我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过 纽约一个人还这么贵啊 就是去了之后才想说 哇 我真的是掉进一个大坑了 这个生活费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就是传到桥的自然值啦 你到那边就发现你还是 还是活得下去耶 纽约的贫富差距很大 对 对啊 也有流浪汉很多啊 也有真的是贫困阶级的人 也住在Brooklyn啊 所以真的有他们生活方式 那我当然就是贫困 那个等级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又很讲究生活品质 很多艺术家其实就是这样 很讲究生活品质 但是没有手头太多预算 那怎么办 把钱花光光 就是要选择性的花费 就是像纽约的租金 租屋来说的话 我的套房算是非常无敌的便宜 嗯 八百五美金 这样大概台币多少 八三二四 两万 三万 对对 两三万 亚房 然后厕所我们是共用 只有亚房 要两万四到三万块 对对 而且是最低价 正常找到的亚房 应该是一千美 一千美金 三万块 那我的两万出头 就已经哇 偷笑了 是那种分租 还是说家庭式的亚房 家庭式的 家庭式的亚房 家庭式的 大家都会把我们的客厅给分租出去 因为很贵嘛 所以几乎所有人家的客厅都是一个房间 连客厅也是一个房间 但是那个客厅有门吗 没有啊 没有 他就睡傻 所以客厅的人是最便宜 六百五美金 他也可以睡床啊 因为我们 那种一般来说美国的家 租了 都是没有家具的 对 你就是自己买 所以你自己去隔空间 像我们就用窗帘 把那个钉在墙上啊 或者是 天哪 有很多人就用书柜帮住 只是你如果在厨房煮饭的话 那个 住在客厅的人会一直 对对对 被攻击 对啊 但这个租金就差不多 你看我 以我来说八百五 然后加水电费到几千 网络也要几千 对 所以我平均 光是洗衣服啊 这种居家的开销 就是一千美 而且 这真的很便宜状态 而且我是 我还住在Brooklyn哦 我还不是住在Matharton 然后 生活费 因为我是买菜嘛 就是吃的很省 一天吃两餐就好了 什么餐 早餐卖甜 对 然后卖甜 Cereal 然后加bagel 或Cereal加吐司 这样子 可以一周干掉 这样子 只要一周买好份 那就每天都吃一样的 然后晚上也是 意大利面煮一份 对 一周两的 然后吃 所以 整个抓下来 其实真的可以一千五美 一千五美打掉一个月 但是真的很节省 真的 如果说你要偶尔出去外面 Bar小桌啊 然后因为我们是以学生身份签证去 所以我们去看展览什么都不用签 这个还蛮好的 但是除了那个以外 你当然还是会 想要参加一些event啊 然后event也是要花钱 但是很妙的是 纽约的event比台湾便宜很多 这是相反 怎么会这样 在纽约买东西 买衣服比台湾便宜很多 比吃东西便宜 你买一件 呃 名牌 比如说CK好了 一件大衣 对 大概就是你吃两顿饭 就可以换到一件衣服 两顿饭CK耶 对啊 对啊 CK啊 是有牌子的耶 各种大牌子 都差不多四五十美 或者五六十美 我好像讲到一百美好了 就是三千台币左右 顶多三千 可是你吃个饭 吃个饭 一顿还不错的 对 那种set 你像吃完 加到小费 就三四十美啦 对啊 很贵 吃饭都好贵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常讨论奇怪 美国吃饭 那么贵 买衣服就变得好像比吃饭还便宜 而且是在买名牌 但是在美国反正觉得我不吃东西 然后一直买名牌 你可以穿得很奢务啊 但是你吃得很随便 天啊 很多美国人是这样生活的 哇 对啊 所以一千五两千美金 差不多 一个月的生活 六万 对 六万是一个很基本的 开销 对对对 还好我没有去美国 好 我们听完了纽约的物件 我们再听旧金山 我们记得旧金山更贵啊 旧金山 可是我过得也很省啊 我也是超省的耶 所以算是比你便宜一点 一点点 对 便宜一点点而已 买买 对啊 物价还是我也差不多吗 房租的部分 房租差不多 我租的是一个月七百五十美金 嘿 然后 没有独立房间 你是跟别人分那个房间 对 然后房间里面也没有厕所 就外面还有厕所 然后也有室友是睡客厅 就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像他说那样 但是还我们没有到那么夸张 就是还有隔链啊 或是用书柜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房租都差不多就是两万到三万 差不多 上下 差不多 基本盘 对 然后我觉得主要 主要花费好像就是房租 嗯哼 就是吃饭这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就是美国外面 外食真的太贵了 就是真的三四十 真的跑不掉 而且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 我觉得美国的吃饭会贵 是因为他们的薪资是高的 哦 所以会有人工 嗯对对对 比如说在餐厅 然后就是一定会有服务生嘛 服务生 然后还有小费啊 然后他们又睡又是另外再加上去的 啊对 所以加起来就会很高 但是衣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所以衣服反而比较便宜 然后 所以省的话就是 主要花费就是房租 嗯 然后吃的话就自己煮 然后 我是一个月才买一次啊 然后一次的 预算大概抓一百到一百二美金 嗯 所以这样一个月下来就大概 其实不贵 不贵啊 一万多块 可是是吃的蛮省的 超值 然后我也是两餐 午餐跟晚餐 对 就是中午吃然后晚上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费用是 可能出去外面 就是聊天啊 吃饭 嗯 就是那种 玩乐的 偶尔的 对 或是偶尔我会为了想要转换空间 所以去咖啡厅啊 点个咖啡 然后工作之类的这种 嗯 就加一加大概 一千三到一千五美金之间 嗯嗯嗯嗯 就是一个月的费用 这样 对 对啊 都很省欸 很省 很省的酷 要相比墨西哥咯 这个倒不能比啊 墨西哥真的不太能比欸 其实我觉得墨西哥城的物价 跟台北市是差不多的 嗯嗯 对 然后 但我 我其实是住学校 我们学校是有那种 就是 这算雅房吧 大雅房 我们两个老师 share一间 大概有十坪左右的房间 所以是很大 对 然后我们就等于一个在房间的东边 一个在房间的西边 嗯 所以我们也算是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间 是还好 对 然后学校简单的领域 但是那个墨西哥的热水 其实不是很稳定 就是我们家那个 瓦斯是要去点火 他有一个热水器 但是你要去点火 然后有时候那个瓦斯上来的不是很OK 他还会哄一声 然后我们曾经有老师去点火的时候 他眼睫毛被烧 什么 瓦斯 真的很好笑 他们有一个保护壳 他有 可是他就是想看那个火燃起来了没有 因为你要一边 你要先点火 然后你再按什么 再把它转大 所以要有一个技巧 然后他就是在看那个火 有没有起来 因为你会蓝色的一点点 然后就把它烘点起来 就 就是那个瓦斯不知道怎么了 就整个出来 Oh my god 他如果没有那个防护罩 他真的脸就完了 但是他那时候就只有睫毛 这个是觉得很好笑 但也是真的蛮危险 所以我其实在 在墨西哥的时候 他们健身房很便宜 然后我都直接付月费 然后去健身房洗澡 对对 因为我学校离 就是在墨西哥市中心 所以很方便 对 但是你如果住在外面的话 可能大概5000peso左右 5000peso大概是7500台币 然后你就可以有大套房 或者是一层楼 一层楼 对 就是 哇 是不错的那种一层楼 其实简单的一层楼 可能很小的客厅跟厨房 对 还有厕所这样子 至少是有一个私人空间 你不用跟人家share 大概7000多台币就有 7000多台币 那还不错 对 但你如果是选择在 就是墨西哥城有 因为很危险嘛 所以我刚刚说的 有点像是比较 借在一般墨西哥人 跟观光客都可以选择的 中间灰色地带 大概是7500 你如果要再往下 OK 就是也有台币5000块左右 就可以有套房的 也OK 那就是长得很可怕吗 就是可能是 比较简单的雅房 然后周边的环境是 墨西哥人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比较 你知道有一些美国人 他们会觉得 neighborhood很重要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一个 叫Condessa 或者是Loma的区 然后那个区 就是都是所谓 Digital Nomad 对 那那个区的房价 可能就是1万块起跳 可是你就算是租到 一整层楼 三房 然后两厅 那种大房子 一家人住的 大概也只要台币3万块左右 那就也像我们南部的 这种价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墨城的价格跟台北 真的非常非常像 墨城是哪一个城市啊 就是墨西哥城 它就是首都 就叫墨西哥城 对对对 对 然后以吃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餐 也跟台北差不多 如果你在早餐店 那种外面的店的话 大概就是70pesso左右 所以大概是台币乘以1.5 大概是台币100 嗯 100出头 100出头 对啊 所以真的是跟台北很像 但是如果你自己煮的话 很便宜的是健身的食品 都很便宜 就是牛奶 鸡蛋 然后生菜 还有鸡胸肉 就鸡肉 都是很便宜的 对 还有酪梨 所以我在那边就觉得 好像很健康 吃很健康的 反而吃健康比较便宜 对对对 欸奇怪 可是不是应该是 反而吃健康 有这些东西比较贵吗 美国台湾都是这样 这些我刚刚讲的东西 都是健身的人喜欢吃的 哦 对 蛋白质高的东西的话 对对对对 然后或是蔬菜 这些东西去市场买都很便宜 像他们牛奶最大罐的 大概才台币50块 真的哦 然后 他们的牛那个奶头 应该那个头 被牛那挤烂 然后鸡肉一整只鸡 你去买一只烤鸡 就跟Costco的价钱差不多 哦 对就100上下 可是这个价钱 就是让人家很恐惧到一次 背后是什么样来的 哦 对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一开始去是志工 然后后来的薪水也很低 算是台湾最低薪资啊 所以我们都会妥协 就是去很便宜的当地人的超市 对 就出国就有一种 反正可以生存下来就好了啦 对对对对 所以一个月生活费 一个礼拜可能1000PESOL就很够了吧 1000PESOL大概1500台币 嗯 如果是生活费不包括房租的话 对 真的是蛮便宜的 而且1000块PESOL其实还蛮OK的 就我们可能假日还可以去吃个中国餐厅 可以去点个拉面来吃 那是蛮便宜的 但比我刚想象的墨西哥再贵一点 我以为更便宜 对对对 很多人会以为是有那个物价 但是你如果离开墨西哥城 就是到更乡下的地方 就真的会便宜的 就很像你到了台湾到了嘉义的物价 嗯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觉得好像去墨西哥 可是那个PESOL拿去 比如说菲律宾用的话 应该会更超值吧 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PESOL啊 一个是墨西哥PESOL 一个是菲律宾PESOL 不通用吗 不通用不通用 币值不一样 他只是名字都叫PESOL 那阿根廷的PESOL跟墨西哥PESOL是同用吗 不一样 也不一样啊 应该都不一样 对 他只是名字都叫 是哦 我好蠢 我问了一个蠢问题 所以都不一样 所以要指定我们现在讨论哪一个地方的 对 可是墨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币值 因为政府太烂 所以我刚过去的时候 10块的PESOL等于16块台币 但是现在10块PESOL等于12块台币 所以你看老师的薪水就大减少 因为我们是薪水是发一样的PESOL 对 所以就是一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薪资比较低就越了 就是说跟台湾比是低啦 但是我们跟当地人比是高 还是不错的这样 因为我很后期到当地的 基本薪资是多少啊 基本薪资哦 一般 普通老百姓可能只有7000PESOL 就是1万块台币 一个月啊 嗯 然后如果你是国小老师 可能是1万1或是1万PESOL 这个跟菲律宾差不多耶 所以大概也只有一万五台币 嗯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很少 感觉当地人真的是生活花费 扣与扣行就真的差不多了 嗯 而且他们拉丁人就是很乐天 所以他们就会直接花光光 他们没有什么存钱的概念 那这样的话应该跟东南亚一样 他们都是比如说牙膏卖一周份的 或是一个就单单格的 他不会有那种多 一周份我说的是小包装 就一天一小条一天一小条 因为他们的钱工资有时候是周星啊 哦 所以他不会像我们台湾人习惯一次买一整条 或是买两个什么 买一送一啊 然后二合一三合一 对 他们是买不起 因为菲律宾当地人他们就是也一定要 周星可以出得起的那个量 他们也太刚好了吧 对 就是我在看他们不同的杂货部 甚至百货公司 都是卖牙膏分成一天一天一天 墨西哥也是发周星 但只有当地人是周星 但你如果在华人的公司 他们就会发你月星 对 可是我们 我没有遇过牙膏比较少分的问题 就是跟台湾是一样的 这蛮特别的 我们再来聊聊 比较文化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些语言交换的活动啊 还是看展览啊 什么的 你觉得这个方面 文化的文化 在当地的城市是怎么样 纽约先来 纽约的文化哦 嗯 纽约就是一个 纽约就很多 真的很多耶 就是一般人去纽约观光会觉得 哇这个 这城市好多东西好乱哦 人 大家走路好快哦 然后我不知道去哪玩 因为 纽约的文化是很内在的 嗯 是你要深度探索的 不是那种 一个礼拜什么五天四夜行程 你就知道纽约在干嘛 你只会觉得很眼花缭乱而已 然后跟不上速度 然后觉得很臭 然后到处都是大便这样 对对对对 对因为纽约它 基本上就是当代艺术之独嘛 然后跟商业财经这些东西的 嗯 所以它的很多的那种 Event都是藏在 一些大楼里面 嗯 然后你要用什么 比如说Meetup这种 或是呃 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诶 网站平台叫做 Event Bride吧 我应该没有念错 Event Bride 对它就是每个礼拜 会有很多很多活动 或是Garry啊 小Garry啊 小Bar啊 它活动超多 嗯 而且那个活动非常的便宜 大概十美金 十五美金就可以进去 嗯嗯 就是我们甚至有时候去 在台湾的一些活动 Life House 你可能要花一两千块 对不对 听一个演唱会 他们那边的活动是 真的很多艺术家都会 甚至都是免费 Donate就是 呃 对就是要 让大家知道 然后对 让大家交流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 跳舞的活动啊 呃 展览啊 表演啊 然后认识啊 什么当地导览啊 全部几乎都十美 二十美就都有了 对 所以反而是这种活动 很便宜 但是你要懂得找 嗯 对要找那个 那个 反而比较难一点 你要透过朋友啊 然后 一些学校的网站 然后Facebook 才会知道 嗯 最多最多就是 艺术活动 因为艺术家很多 我常常就会说 纽约很有趣的就是 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八个是艺术家 真的假的 但你会想说 不对啊 纽约耶 不是大家都应该 就西装鼻挺 然后就是在 感觉是经济金融 所以他们有点像 是mix在一起 就是这个人 是个作家 也是艺术家 然后也是 呃呃 会计师 然后也是 他有很多种身份 对 他的身份就是 让他在不同场合 用 有不同的 使用方式 因为艺术 艺术家跟艺术 还有开gatheries 在纽约来说是 是有点像是 必备 有点像对台湾来说 我去咖啡厅 就一定要有文青 要有猫 这种感觉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要结合这个东西 才会有看头 已经变了一个常态 哦 对 你没有艺术家在那边 就觉得 嗯 你好像 没有灵魂 然后你可能生意 就会很差 对 所以就算 他是瑜伽老师 他就会说他是艺术家 他不会说 我是瑜伽老师 在台湾我们会说 哦 我是电影导演 我不会说我是艺术家 但是在那边会说 我是艺术家 我不是电影导演 哦 就是他会把很多东西 变成艺术 但也的确是这样 因为广义的艺术家 就是创作嘛 对对对 所以我创作这个室内环境 我就说我是艺术家 空间艺术家 对 这样 所以他很难去界定啦 那 那如果真的要说到那种 商业模式的艺术家 那才是说 办展览的那种 就是真的 专门卖作品 或是有专门的艺朗经纪人 来帮你 行销包装 那种艺术家又是 呃 呃 他们会特别specific去 去说 那我是哪一种 比如说雕塑型的艺术家 然后我是做 比如说装置艺术家 嗯 然后我做内容是 比如说线条类 还是什么什么 嗯 他们都会再讲更具体 但是广泛来说 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所以我才会有一种 偶趣的那边觉得 自己说自己是艺术家 没什么 但回台湾之后 大家就觉得 你干嘛说自己是艺术家 对对对 对 那一个 那个叫什么 mindset的这种 这种差别 嗯 了解 好 纽约是一个 根深蒂国各种艺文 你大概多频繁 会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自己是蛮宅的 我因为我 我真的是想省钱 但我发现那些 就算跟我一样 家庭不是很富裕的 比如说中南美洲的 欧洲的 来的那些 来念书也好 来工作也好的人 他们也很蛮常参加活动 但是 他们的消费也不高啊 就是一瓶啤酒 因为酒很便宜 嗯对对啤酒很便宜 他们参加活动 就是真的都是一拳聚在一起 听音乐聊天 然后一直聊天 中南美洲就是这样 对 没事就聊天 那我们亚洲人就有一种 我去了 要有一个topic 对对对对 我至少去要觉得我在干嘛 不是来了 然后就看到一拳 然后就随便走去 然后看到有人出现在 面前就跟他讲话 然后讲完话 然后也不知道认识了谁 就回家了 就这样 他们的生活常态 就是这样 很容易这样 如果像这场活动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爱参加 真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去 我才为了陪他们去而去 对 对啊 不然就是 或是特别主题 你有兴趣的人才会过去 对 他们的排解压力的方式 好像就是这样 所以你真的甚至可以 比如说走在Brooklyn 一条路上 看到有一群人 聚在一个 looptop聊天 你就可以直接走上去 然后直接拿一瓶 就乱录 就你就可以乱加入 然后你不会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就是open 我觉得这是他们交朋友的方式 他们很习惯这种 这算类horse party吗 就是他们超级常 跟一群陌生人聊天跟讲话 然后也不会觉得不自在 或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这种不自在 然后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好 就是你可以认识 你有无限的可能啊 你可能就是认识了 一个很酷的人 然后就可以跟人家说 我认识XXX 你要不要认识XXX 还真的是这样 我身边的朋友啊 就是他们就很多人 是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伴侣 然后就结婚了 我是不是应该 找这个好像 也要夺去他这种活动啊 对对对 不要设限这样 对 那旧金山呢 是否也是这样 旧金山 对啊 旧金山也蛮多这种活动 而且但是我那时候 在选地点住的地方的时候 我有特别想说 我不想要住在旧金山市区 然后我特别选的位置 是在Brickley附近 就不开大学附近 然后那时候分租的时候 也是大学生 然后也有一些研究生啦 这样 对 那时候所以参加活动 很常是就是室友 他们就说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有趣的活动 然后找我一起去 然后网路上 他们也蛮多meetup的 因为那边 就是新创公司很多 对 然后但是很多这种聚会 会要到旧金山的市中心去 然后我通常会有点懒 我通常会找 就是学校附近的 但是那时候 我其实也有参加一些 像是瑜伽课 然后我还曾经有过 去问Berkeley的 就是有想上的课 然后去问Berkeley的教授 说我会旁听 然后教授也答应你 然后你如果他 如果他答应你的话 你就是去 去听也可以 但是老实说 你完全不是那个大学的学生 不是大学的学生 而且其实我知道的是 有一些人甚至是 他会进去听 可是教授其实也不知道 如果是大班级 其实教授也不知道 他们就是蛮自由的 对 差不多那时候是 会是用这个方式 去参与当地的活动啦 对 然后还有一些聚会 是会一起去爬山啊 但是也像Kino说的 就是很多 他们会一群人不认识 然后喝酒聊天这种聚会 但是可能是我们文化 不是很习惯吧 这样的聚会 我也参加的很少 对 好像只有一两次吧 就会觉得好像 没有那么自在 不过我有在想说 也许时间待更久 就会越来越自在 这样子的 有差有差 会很美 在墨西哥的状况是 因为墨西哥很多美国人 其实 对很多美国人 然后也很多墨西哥人 他们想要学英文 就他们的西班牙文 口音蛮重的 对 所以他们有些人 会想要学英文 所以有非常多语言交换的活动 其实我前男友 他就是一个organizer 他是一个英文老师 也是Evend的办活动的人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参加了比较多的 他的活动 像是 他是结合桌游跟语言交换 然后也有的类型是上课 你是因为参加他的课程 所以坠入爱喝吗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对对 但是我一开始确实跟他会觉得 这个人很可以当朋友 或是很可以约出来聊聊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是语文的老师 然后我也觉得 我一直在工作 一直是很无聊的 然后我很需要一点social 对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去参加活动 其实大家如果是怕那种 house party 像刚刚讲的这种尴尬的状态 如果你是去玩桌游的话就不会 因为你就会专注在要玩游戏 然后你不用一直开话题 然后自然而然就熟了 对对对 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是有一点心机的 然后这个人很在意输引 然后那个人无所谓 对你可以慢慢的 透过这种方式来认识彼此 对对对 所以墨西哥也是用这种 meet up的方式 或者是用 foreigner in Mexico 类似这种FB的社团 就可以去参加这些活动来认识人 但我觉得他们更常见的一种就是 他们很常会邀请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来参加生日派对 是各种party 他们真的很爱party 这个也是 美国也是不对 就想说到底有哪 那么多明目可以办party呢 小孩准备要出生 然后庆祝 接露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个 这个party也是办很大 然后大家就送礼物嘛 然后就猜说 我送比较男生的 我送比较女生 然后看是哪一个这样 对对对 没错 然后礼物清单啊 外国人不都是会 不直接收你 随机送的礼物 他们就开个清单嘛 然后你自己 那个现在Amazon 它有这个功能耶 Amazon 它可以开那个gift list 然后你就发那个连结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上面 认领 对 你要送礼物 对 然后就直接 Amazon就会直接寄到 那一天现场 然后大家就 猜礼物就说 这是谁送的 好方便哦 超方便 而且我听说 比如说你想要拿到 十个礼物 但你可能可以列物 十个清单 然后让大家去选 大家就不会说 一定只有 那十个可以选 对对对 对对 选择就会比较多 对 一个许愿的概念 Amazon真的是超方便 对啊 Amazon很懂 美国人的心 对 而且这真的很方便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沿用 我们台湾那边 客气客气来客气去 彼此要猜测说 你 你会不会喜欢我送 然后我要给你subscribe 然后 诶拿到错礼物 还要假装很开心 对 可是 红包咧 就你可以包红包啊 外国人好像不收红包这一套 我是说在台湾啦 哦对 台湾好像红包是 对对对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包红包 对对 红包比较礼貌一点 雪瑞有相关的经验吗 我觉得 我觉得礼物送的 不是刚刚好 对方需要的很尴尬 很尴尬 还有那种送礼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撞到东西 也是很尴尬 所以那种 可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那个Amazon的礼物清单 之前没有用过 这个东西 就这样子会 蛮方便很多啦 但是 我觉得聚会 呃 这件事情 就是送礼物 呃 还蛮常见的 尤其是生日聚会 可能是刚好在大学城 那附近 所以生日聚会 然后朋友朋友来 然后带礼物去 这种东西蛮常见的 可是如果 因为通常 可能都是 一群朋友嘛 然后在朋友朋友 这样子 所以大家会问说 这兽星可能喜欢什么 所以才会有那种 礼物撞到的情况 嗯 然后这种时候 就觉得蛮尴尬的 这样 嗯 我想要补充一个 嗯 关于这种文化 或者是办活动的事情 就是 我之前 在那边帮前男友 办生日派对 然后我们是一群人 就是默默地 帮他办party 我们本来是 假装本来有一个event 但我们就把那个event提前 然后帮他 给他一个surprise 是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那个event 结束以后 墨西哥人就起 后就说要续托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说 要去他的 他家 其实我们是完全 没有准备 然后他也就 好吧 你们要来就来吧 嗯 然后我们就到了他家 他家其实就是 也没有很大 就是一层楼这样 但是那个小客厅 就挤了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我就很紧张的 想要 呃 招呼每一个人 嗯 就我就觉得 你要应该 比如沙发已经坐满了 那要把瑜伽店拿出来 让他们坐在地上 等等的 他叫做 J-O-N-J-O-N 然后J-O-N就一直说 你不用管他们 他们自己会来 嗯 然后我也一直想要 倒饮料给他们喝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做这些 你不是服务生 你好好跟他们聊天就好 我希望 我的朋友 我的女朋友 认识我的朋友们 他们有好的交流 让他们自己 fitting 自己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 真的有一个 很文化上的冲击 就是觉得说 我整个妈妈上身 可是对 如果是我往往也会 concern 我也会变成这样子 没办法享受 做不类似的事情 然后也是被这样子 就是朋友就说 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子 没关系 那时候真的有一种 很冲突的感觉 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子做 要不然你就不尊重你的客人 以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 是这样的 但是以他们的教育来说 我反而变成一个 服务别人的小妹 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说到这个啊 我有一个同学 他36岁吧 墨西哥人 他超级喜欢 就是很突如其来的 邀请大家去他家 这种很突如其来 比如说他今天去 今天我们有一个 一个special 结束之后大家会去 其实他们也蛮爱唱卡OK的 对对对 我们会去唱卡OK 但是我们就唱 因为大家都懂 像Oasis啊 那些的 然后大家都会唱 各个国家人都可以一起唱 唱完之后他就说 我现在喝酒会很开心 到来我家玩 这样全部都来 也是小小的一个套房 对 然后全部二三十 要挤移到他家 对 而且大家都已经是喝了烂醉 然后这时候 就是街上发疯 就全部一路这样 跑去这个墨西哥人家 然后我要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墨西哥人 就让我对墨西哥人的开放 有一点有开放 他的开放就是 每一次有这种聚会的时候 他就会在里面大乱动 大乱动 就是会在里面 跟其中一个人发生关系 什么 然后隔天 隔天我就会听说 有一个美国同学 昨天去那个墨西哥人家 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了 不是在同一个套房吧 他们有移战到另外一个地方吧 maybe吧 但是大家都在哦 大家都在 因为我那天没有去 我不在现场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在 但他们可能 maybe在房间之类的 但就是一个 大家都在的状态 哇 对 就觉得哇 墨西哥人好开放哦 这样 哇塞 跟美国人真是match 做完这件事之后 结束之后 大家还是很matchima 很friendly 他们真的会无所谓耶 对啊 真的 所以墨西哥人 是跟美国人一样 这个是性开放是很ok的 很ok 对 而且男女不居哦 对男女不居 异性恋也是哦 异性恋也是说 哦我今天跟一个同性 哎蛮酷的 很fresh 然后跟你分享一下 嗯这个心得 大概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会这样子 没有错 而且 呃我听到很多的 在墨西哥的男生 跟我分享说 他们最近交往一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不ok 就是这个女生劈腿啊 对 就是在墨西哥 不只是男生 可能会多情 或者是劈腿 但是女生也是一样 对 他们真的是一个多情文化的 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邀请到Kino 还有全瑞 谢谢Jasmine 谢谢Jasmine 谢谢各位观众 听完了这一集的访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 三个愿望 一次满足的感觉呢 我们收集了 墨西哥 旧金山 还有纽约的文化资讯 以及生活消费资讯 好 这其实是我的一个 嗯 算是习惯 或者老毛病吗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旅行 那我就不断的幻想自己 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城市里面游走 但是呢 在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城市以前 你总是要先了解一下 当地的物价 或是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天气 能不能够交到好朋友 天气是不是你喜欢的 治安是不是安全的 我非常的喜欢 问我所有的朋友这些问题 我一定会问他们 去过哪些国家 在哪里住过 然后进而来考量 诶 这个地方也许我未来 可以去走走看 也希望今天这集节目 可以带给你同样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听完 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 老实说 我真的对Kino 还有Sherry很抱歉 因为我们今天播出的内容 大概只有二分之一 因为我的电脑出了一点状况 所以后半段的音档 几乎都不能用 真的觉得很可惜 也希望之后 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邀请Kino 还有Sherry 来跟大家分享 更多他们在经营 自媒体上面的想法 还有经验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真心 而且认真的创作者 Kino他在12月6号 星期天有一场讲座 讲座的主题是在聊 Podcast的声音特色与专业 我知道在台湾Podcast爆红以后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Podcast的讲座 很多人 包括我的朋友 大家一开始在聊 为什么要做Podcast的时候 也常常会提到一个钱的问题 就是说 Podcast干嘛要做Podcast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吗 Jasmine你发了这么多集 你之后会有广告吗 你会有业配吗 就真的非常多人都会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资讯 如果你是从这个出发点来看Podcast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本末导致 我觉得Kino他办的这场讲座 让人最就是振奋人心的感觉 就是你要从制作当中 找到你的专属市场 以及人生志业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制作出一个好的Podcast 你必须先去了解你自己的声音特色 以及你自己擅长 你自己喜欢聊天的内容 那你才有办法把一个节目做了长久 否则你只是会越做越痛苦 然后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了迎合大家的市场 为了要得到客户 也许你有业配的对象 然后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标 而创作你的内容 那样子的话可能会很难达到 那样的话可能会很难真实的呈现 你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 不管是在企划节目 或是你已经开始在做节目了 真的都要不断的回到初衷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不断的会去想说 我今天这一集是不是符合 我自己内心想要的感觉 我今天所讲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是 我想要带给大家的内容 那Kino的那场讲座 也非常早就已经额满了 票已经卖广了 但你如果对这类型的讲座 有兴趣的话 想要收到未来的讲座通知 也可以填写一个表单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我会把表单的连结 放在描述栏位 大家可以去填写哦 而雪瑞呢 我觉得她也很有趣 因为虽然她本身是做行销出身的 但是她给人的感觉 却不会是一种过度push 太满太多的感觉 而是非常真实而平和的 当她在帮你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她是真的会 从你的出发点 你的生活习惯 让你觉得舒服安心的方式 来设定你的目标 找到你的行销方式 来包装你的商品 而不是用一个大众认为好的行销方式 来套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毕竟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听众 然后也做真实的自己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把这集Podcast 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听 如果你愿意播出一点点的时间 帮我到Apple Podcast上面 打新评分 那就真的太感谢你了 如果说你想要继续听旅行的故事的话 欢迎你按下订阅 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账号是JustJourney115 JASJourney115 也可以搜寻贾思敏 贾义丙定物的贾思敏 是思考敏捷的思敏 就可以找到我咯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很谢谢老天爷 给我们这个缘分 让你听到了我的声音 也非常谢谢你 花时间听完今天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